男人是名不折不扣的装逼犯 购买昂贵的红酒鉴赏 只为拿到年度人物的头衔 瑞克再也无法忍受 这些红酒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他明天就要结婚了 未婚妻正在等着自己 包和潜水装备在车上 却没钱购买机票 老爹的钱都留给了哥哥 瑞克只得到这个酒庄 他让阿军经营赚钱 阿军却为了装逼 把钱都花光了 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不管是外貌和性格都不同 由于还有客人 等着给他颁发行业年度人物 阿军数了些钱给瑞克 他却并不知足 瑞克打算把这块地给卖掉 玛丽诺兄弟开了个好价 阿军直接气得脸都红了 公司的账目没法做假 阿军自己都舍不得 喝那些贵的一匹的红酒 可他绝对不让任何人夺走酒庄 决定全在瑞克手上 眼见他执意要出售土地 阿军抄起瓶子朝他砸去 在确认瑞克没完全死透后 他先是拿着红酒走出办公室 却迎面碰到了秘书 由于两人明天要去纽约出差 他回来拿一些文件 随口说起瑞克的车 阿军表示 他们刚刚见过 瑞克应该去了造木桶的地方 随即便将秘书推出门去 自己则是来到品酒室 让其中一个人倒酒 他们随即说起 选择他为行业年度人物 阿军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举杯庆祝此等殊荣 带众人品鉴完红酒 他认为自己弟弟也有功劳 毕竟整个葡萄园都是他的 可惜他正赶往阿卡普尔科 留下瑞克不在场的印象 送别完众人后 他把瑞克拖到地窖 又将他五花大绑后 接着关闭通风系统 然后把门上锁 这时他看瑞克停在外面的跑车 将法拉利藏进车库 再看到后备箱的潜水设备后 写封信 等他从阿卡普尔科回来 两兄弟好好见一面 最后给他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 作为结婚礼物 秘书格外惊讶 此时两人参加着拍卖会 一瓶1850年的红酒 即使阿军自己舍不得喝 也不能让别人买到这瓶酒 最终花费5000美元拍下 此时克伦坡接到失踪报案 这不由凶案组负责 除非发现瑞克的尸体 但他已经失踪了三天 两人要在阿卡普尔科结婚 可瑞克却一直没来 安妮掏出阿军写的信 里面还附带着5000美元的支票 他记得瑞克说过 早上去潜水 然后就赶去酒庄和阿军聊聊 在看到瑞克是意大利人后 克伦坡答应调查一下 阿军从停车场开车回到酒庄 瑞克已经死在了地窖里 他连忙将通风系统打开 随后给他穿上潜水服 抛尸到偏僻的海边 伪造成窒息而死的样子 阿军骑着自行车离开 此时海岸警卫发现尸体 他已经死了好几天 克伦坡掏出本子记录细节 男人认出了他的身份 瑞克是花花公子 克伦坡马上想起失踪的老乡 当安妮得知瑞克的死讯 整个人险些崩溃 看起来就是意外 克伦坡想通知阿军 男人提醒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瑞克根本不喜欢他哥 克伦坡好奇为什么 男人回答阿军 把钱花的一分不剩 还特别爱装逼 把生意当成兴趣爱好经营 瑞克并不喜欢这样 所以想卖掉土地 可安妮根本就不在乎钱 他们现在就过得挺好的 克伦坡确认存在动机后 又在电视新闻中得知 瑞克六天前并非溺斃 可能是撞到了岩石 失去意识窒息而亡 克伦坡突然感觉不对劲 询问上周二是否下过雨 但没人记得这件事 他借机来到酒庄参观 却走错了办公室 老头告知瑞克死了 阿军把这些老员工留了下来 看起来两兄弟经营理念完全不同 他紧接着拨打气象局的电话 得知上周二十八号确实下过雨 他又给安妮打去电话 询问瑞克看待车的程度 他感觉自己还没那辆车重要 克伦坡心中的猜测得到印证 他来到阿军办公室 还想抽烟被打断 阿军表示烟雾会毁了细腻的味道 再干了一杯后 克伦坡也尝不出啥味 他可能是个假意大利人 阿军被他逗笑了 他对瑞克的死并不惊讶 弟弟对各种极限运动情有独钟 能开心地活到现在 阿军已经很欣慰了 下午有个平酒午餐 他需要让酒呼吸两个半小时 如果到酒不小心有一点点失误 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阿军肯定周日见过瑞克 但他的死亡时间是18号 秘书确认16号瑞克来过 他们当天坐飞机前往纽约 待了一整周才飞回来 如果瑞克是在18号死的 阿军就不会是最后见到他的人 克伦坡感到很困惑 18号有阵雨 瑞克怎么会在下雨天潜水 阿军不觉得奇怪 反正弟弟喜欢挑战极限 但瑞克很喜欢车 18号全天在下雨 他为什么不把车顶放下来 阿军想到可能的解释 瑞克没有固定住车顶 为了一会回到车上 不料下雨刮起大风 车顶被吹了回去 克伦坡承认有可能 但警局的法医打来电话 他露出惊讶表情 随即找到安妮确认 瑞克并不是健身狂人 也没有结实的习惯 他不仅胃口很大 消耗还快 如果是这样的话 瑞克死前两天都没吃东西 根本不可能有力气潜水 他接着找到鉴赏家例行问话 两人那天都没见过瑞克 阿军为了拿酒出去过 回来还允许他倒酒 克伦坡的思绪豁然开朗 借着学习知识的名义 再次找到阿军 他浅尝了口红酒 猜出应该是黑比诺或者加美 阿军显得无比惊讶 这就是黑比诺 克伦坡只是了解到 酒庄只生产三种酒 上次他已经喝过另一种 这次的味道不一样 肯定就是另外两种 在深入学习后 克伦坡得知 红酒月九月之前 阿军自豪地说起五千块的红酒 来自1850年 克伦坡想看一眼那些天价酒 在渴望的目光中 阿军同意带他去地窖 克伦坡进到漆黑的地窖 感叹像个墓穴一样 疑惑为什么要把酒放进里面 阿军装了加湿器和空调 保证温度 就在这时 克伦坡突然记起一件事 随后给老婆打去电话 询问野餐超级热的那天 到底是在上周 还是在上上周 得到不确定的答案后 克伦坡只好再问一下气象局 他回到地窖无意提起 要是有人被困在里面怎么办 阿军解释不会发生 大门只能从外面锁上 借此机会 克伦坡说起年度人物那天 阿军拿了一瓶两千块的好酒庆祝 但他从来不让别人倒酒 阿军解释自己 提前知道会得年度人物 所以才会展现友好的姿态 克伦坡说起建赏家的手 阿军突然愣了一下 他在暗示自己的手没法倒酒 行凶后的手一直在抖 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克伦坡就要转身离开 骑士是回马枪 他想确认一下 这里是否能把人困住 阿军来到外面把门关上 克伦坡双手一推就可以出来 确实不会被困 阿军说起瑞克的尸体 如果弟弟是意外死亡 警方为什么要扣留尸体 克伦坡解释车的原因 他在悬崖边停了一个礼拜 那段时间下过雨 也出过太阳 可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 那辆车看起来 跟刚从展厅里出来的一样 阿军不懂是什么意思 警方已经开始怀疑 但还没有任何证据 克伦坡离开前问了门卫 又来到秘书家了解情况 他却格外抗拒 克伦坡只想知道 瑞克是否离开了酒庄 这和他本子上的记录不同 门卫一直没看到他离开 秘书表示那人是酒鬼 他的话并不可信 克伦坡听完宣布可以结案了 这一切都是场意外 随即打电话给阿军 为了补偿这段时间的打扰 邀请阿军和秘书吃饭 所有消费由他买单 最终阿军无奈答应下来 克伦坡通完电话爽快地离开 不料又在窗前询问 秘书不知所措 克伦坡已经看出来了 此时他和阿军说起顾虑 克伦坡还在怀疑他 当时他们在纽约 秘书看出他魂不守舍 和平常的样子判若两人 阿军知道他猜到了 秘书并没有揭穿 两人很快来到饭店 克伦坡难得没穿雨衣 对于餐后酒 他点了一瓶1945年的费礼哀 阿军觉得他在刁难人 这里不可能有1945年的费礼哀 没想到服务员真的拿来了 阿军连忙让秘书不要抽烟 又用清水竖了数口 克伦坡前前品尝一口 只觉得味道很棒 阿军喝了一口 整个人瞬间红温 红酒因高温氧化 存放的温度超过150度 经理急忙免除这顿饭前 克伦坡偷偷塞了一打钱 这是吃霸王餐的好办法 仅仅因为高温 就破坏了红酒的味道 一般人根本尝不出来 克伦坡系起上周坏掉的冰箱 洛杉矶升到了109度 可惜两人在纽约没感受到 热啤酒根本没法喝下去 随即便和两人告别 要不是秘书 看到瑞克离开了酒庄 他也没法这么快结案 秘书在做伪证 阿军岂能不知道他的意思 克伦坡原本没有任何证据 却被秘书抓住了把柄 他很不喜欢这样的局面 秘书只想和他结婚 并表示不会说出这个秘密 阿军飞也试得逃离 他把酒全都装在篮子里 随即来到悬崖边扔下去 虽然很舍不得 但这些已经变成了干水 可没想到上去时 看到克伦坡坐在后备箱 他还想为自己辩解 但这可是1938年的迪桑庄园 20号的温度非常高 地窖里面肯定更热 阿军疑惑他怎么知道 克伦坡说起那天关上门的时候 他被单独留在了里面 原来饭店里那瓶酒就是他的 服务员陪他演了场戏 阿军不由笑了出来 真是成也红酒败也红酒 要不是拥有细腻的味觉 根本就尝不出区别 在某种程度上 他也算是如释重负 秘书已经猜到了真相 并且开始威胁自己结婚 自由一直都是相对的 相对于婚姻来说 他宁愿进到监狱里 在临别前 克伦坡送了一瓶餐后酒 用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虽然味道不算很好 但至少没被高温氧化过